让人们感到骄傲和自豪 回首中国电影走过的百年风雨历程 我们感佩于中国电影人所表现出的高昂的时代和民族精神 在民族危难时刻 荧幕上总能看到英雄们不屈的身影 他们从不同侧面再现了中华儿女 不屈不挠抵抗外辱的斗争精神 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快智人口经久不衰的佳作 电影《甲午风云》以十九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为主线 刻画了爱国官兵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精神 影片充溢着浩浩正气与令人感愤的悲壮力量 左轩炮对准邱击中 左轩炮对准邱击中 开炮 把他们的兵器打掉 把他们的兵器打掉 弟兄们 吉野是倭寇的旗舰 如果将他击沉 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 我北洋水师将转败 别胜 邓大人 敌船离我们只有一千马了 开足马力 壮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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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 会要参加在巴黎举办的合会 1919年初 中国驻美公使 顾维军作为政府的全权代表 赴巴黎参加合会 虽然是作为战胜国 参加会议 但在合会上 中国处处受到歧视 而野心勃勃的日本政府 更企图继承和强占 德国在交通半岛的特权 电影《我的1919》 就真实地在线了这一段历史 进入会场之前 木野先生为了讨好我 争夺山东的特权 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 木野男爵愤怒了 他真的愤怒了 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 那么我倒想问问木野男爵 你们日本 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 山东省的三千六百万人民 该不该愤怒呢 四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 我想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 算不算是道歉 是不是无耻啊 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尊敬的主席各下 尊敬的各位代表 我很高兴能代表中国参加这次合会 我自敢责任重大 因为我是代表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 在这里发言 刚才木野先生 说中国是位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 这是无视最起码的事实 请看 战争期间 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就达十四万 他们遍布战场的各个角落 他们和所有战胜国的军人一样 在流血在牺牲 他们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赢得这种战争 换回自己家园的和平和安定 因此 中国代表团深信 会议 在讨论中国山东省的问题的时候 会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合法权 也就是 主权和灵谱完整 否则 亚洲将有无数的灵魂空气 世界 不会得到暗 二十世纪的中国乐园 是民族精神的弘扬和传绿 这是电影人对民族精神 和对英雄的最崇高的经验 而面对近百年的内忧外患 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屈服 为了保卫家乡 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 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逐持的斗争 甚至可以以血肉之躯 对欲敌人 宿迟摇 先击 ‌‌妳 一个又一个时代 诞生着一个又一个民族的骄傲 黑暗中 英雄们点亮着民族更新的希望 发出不屈不挠的呐喊 也用生命和热血 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民族长城 我要告诉你们 此刻正有一群顽强的战士 正不屈不挠的在坚持着他们自己的信念 他们的理想 他们的主义 他们的名字叫红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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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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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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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